男人想在妻子身上找回自信 却不料遭到女人无情的拒绝 但他并不甘心于此 而是把罪恶的黑手伸向女儿的闺蜜 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男人叫卡尔 年仅50的他依然是公司里最底端的普通职员 时刻还要面临被裁决的风险 反观妻子卡瑟琳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业女强人 在他眼中丈夫就是个窝囊废 夫妻俩的关系也早已名存是亡 16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叛逆时期 根本不听家里的话 三个人也只是维持表面的和谐 这让卡尔的人生仿佛跌入谷底 对一切事物也失去了兴趣 直到有一天 他被妻子拉着去看女儿的表演 本以为又是无趣的一天 却被舞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深深吸引 勾魂的眼睛配上妖劳的舞姿 瞬间将卡尔的心火再次点燃 这一刻他眼中只有女孩一人 仿佛像天使一般正在为他一人独舞 表演结束后 卡尔得知女孩名叫安琪 是女儿最好的闺蜜 他忍不住和对方频频搭话 全然不顾女儿的尴尬 而安琪却对此并没有感到不适 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男人 晚上 卡尔还会不自觉想起安琪 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愫仿佛正在逐渐苏醒 趁着女儿洗澡的功夫 忍不住拨通了安琪的电话 等对方接听时 他又马上挂断电话 这番操作无意让安琪发现了端宁 隔天来找女儿玩耍时 便主动跟卡尔打招呼 甚至还跟他打起了擦边球 在得知安琪要在家里过夜后 卡尔兴奋不已 更是忍不住躲在门后偷听两人聊天 听到安琪喜欢强壮的男人后 卡尔按下决心要改变自己 可由于听得太投入 他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闺蜜俩还以为是窗外传来的声音 谁知拉开窗帘 竟发现是邻居在偷拍自己 你敢相信吗 这个16岁的小女孩居然爱上了闺蜜的爸爸 深陷这段情感中的她无法自拔 眼看着两人就要修成正果 男人却良心发现停了下来 让她早点回家 随后卡尔看着一家三口的合照 回忆起曾经拥有的美好她深感自责 至于美丽的安琪原本就不属于自己 然而她还不知道 妻子卡瑟琳也并没有完全忠于家庭 她暗暗喜欢上了自己的同行巴迪 男人不仅帅气多金还十分善解人意 一顿饭局过后 干柴烈火的两人便切磋了武艺 本以为这件事无人知晓 可偏偏被送外卖的丈夫看在眼里 但卡尔并不生气 甚至还为自己能名正言顺追求安琪感到庆幸 不过巴迪发现自己和卡瑟琳的事被抓包 当即便跟她提出了分手 她可不想因此丢了工作 这让卡瑟琳痛苦无比 她无法接受自己出轨的事被丈夫发现 因为这样 离婚的时候自己就得不到财产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她动了杀机 而另一边 如是重负的卡尔再次找到安琪 借着酒精轻轻抚摸她至难的脸庞 言语中毫不掩饰对她强烈的占有欲 可就在两人即将进行下一步动作时 安琪却说自己还是个厨女 卡尔顿时愣住了 在那一刻 她脑中的所有邪念统统烟消云散 她终于明白 安琪故意表现得放荡不羁 实则是为了掩护自己那颗玻璃般脆弱的心 等安琪走后 卡尔再次检讨自己 又重新燃起对家庭的渴望 可就在这时一把枪悄悄来到脑后 随着一声枪响她阴声倒地 生命也就此终结 本片看起来是奇怪的故事 展示的却是真实的人性 生活就是如此艰难可是又那么美丽 哪怕让人生有重负 也要用尽全部力气奋力前行